大家好,我是总台央视记者王熙 那现在呢,我是在山西的大同跟您问好 山西啊,是一个煤炭大省 在去年的时候呢,全国的首作5G煤矿啊,是在这里落成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全山西呢,一共是有17家拥有了5G煤矿 拥有了5G网络的这个煤矿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到了其中的一家叫做山西大同的塔山煤矿 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通过直播,带大家来看看5G煤矿长啥样 我们俩现在在的这块地方啊,是在 这个呢,是一个智能化的调控指挥中心 什么意思呢,它相当于我们整个煤矿的一个神经中枢 也就是一个大脑,它的一个作用 它呢,是要把所有锦下的这个,所有的数据采集 包括实时监测,包括一些数据的发布 都要从这个平台来向外发布 像这个机器人的覆盖的主要的便电锁都已经配备了这个机器人 大概有12座这个便电锁 如果这个12个便电锁全部用这个机器人代替的话 我们在锦下一个时间段内只安排一个巡检工就够了 他去负责确保这个机器人的正常运行就够了 所以在锦员以前的配置的话 10个便电锁,每个便电锁都要配备一个人 这样锦员大概在8,90%了就 包括刚才小冬下到这个矿井下 我们能从这个画面当中看到非常明显 以前可能在我概念里面 一个这个挖掘线,采掘线 它可能有很多的工人有需要做这个操作机器的 有需要去这个这个采煤的 是吧,那现在的话我们看到非常的干净 人员也相对之前来说少得非常多 其他的提高了我们的这个 效率,工作效率 大家可以看到啊 最上面一个反应的是上一排反应的 就是实时现在锦下运行的车辆 以及下行的人数 我们的网友看见了吗,在哪里 实时锦下车辆32辆 对,就是我们锦下现在运行的车辆有32辆 锦下的实时人数是679人 这是实时反应咱们锦下现在的所有人员 这个是我们所有带着5G手机的人员的数量 还是说我们所有人员的数量 所有的作业人员 当然现在整个这个建设 分地面和锦下两部分 5G地面这一块 我们总共是建了八个红站 黑背上这个5G的模组 还有高清摄像头 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些语音 这个通讯装备 使整个这个单个的一个人 利用这一套装备 就可以实现一个 锦下实时的一些这个数据读取啊 或者是相关信息的一个传输 そうですね 如果ask锦下再次即时 Stitch